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開我七旋斬 開我劉昇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試驗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到時見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一clickradio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HAYYO 6月4日的天地有正氣 今天剛剛答正六四 錄音的日子 都是出街的日子 你打算今天會出街 HAYYO 星期四 OK 即是我們即日 但又不是Live 半Live 半Live 拉拉地 OK 需要帶著沉重的心情嗎 不用 我們只是講電影 這個節目不多 點政治的東西 對呀 我們今天應該講六四電影 哈哈 有什麼六四電影 有很多六四電影 你有看過兒和院嗎 沒有 沒有 很好看啊 大陸禁片 很久 就是講一群年青人 就是六四年代的那群 故事就是在搭正天安門廣場事件 那群年青人 說他們之前中間之後的故事 嗯哼 《奇王》是在六四之後還是之前拍的 《奇王》應該是之前的 《奇王》很久了 但是感覺看的時候 有些政治感覺 《奇王》是不是都是禁的 不知道 不是 不是禁的嗎 《奇王》是呀 誰拍的 《嚴豪》拍的 但是兒和院還是禁片 Anyway 是不是說年青人 六四前後就是去兒和院吃飯 哈哈哈哈 不是那個兒和院 不好意思 這是爛GET 好啦 我們這個星期又先講講北美會上畫電影 今星期 《Y Releases》有三套 第一套就是 低成本製作的恐怖電影 《Cilius 3》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它會拍到第三集 有什麼好說呢 低成本啊 《Paranormal》也拍了四集 那倒是 這個怎麼都好過《Paranormal》 它起碼都不像《Paranormal》那樣 用監視器拍的 《Paranormal》拍完第一集 其實它已經沒有什麼新意了 是啊 這套就叫做正正經經 即是它沒有什麼花巧 照拍 但都是不是同一個監製嗎 都是Jane Van的監製 但監製和導演很大不同 導演通常的 但是監製在荷里活 其實也很重要的 看看吧 有些只不過是掛名的 譬如Spielberg說 他有份監製的《Transformers》 你有沒有看過第二集 第二集看過的 那你覺得監製的角色 這次掛名 那次是掛名還是 那次是他做了導演的 所以都可以 頭兩集都是他自己做導演的 是啊 哦 那這次要看一看 他是真的監製還是掛名 是啊 OK 是啊 如果喜歡看好部電影的朋友 可以選擇這套 另外喜歡看愛情故事的話 就有另一套叫做 《Love and Mercy》 那這套 我沒有什麼特別評論 那是中年男女的愛情故事 是啊 那男主角就演了音樂 他好像說一對Bang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有些異常的狀態出現了 OK 有些少少 不知道那些叫做什麼 焦慮症 還是有些暴力傾向 但是他又未知打人 OK 就是那類的東西 然後就說他跟女主角的關係 女主角也是曾經一個被人傷害的心的人 那就說這些對中年的男女的愛情故事 名字很雪教 《Love and Mercy》 是啊 大家都預期了什麼 既然我們這樣說到 另一套就比較輕鬆一點 這套也算是大片 也是暑假其中一個 應該是 應該是 叫做《Spy》 是啊 《奸店》作大片 《特務M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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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上次是 《Hit》 《Hit》是叫什麼 《特務》 我不知道 《特務》什麼 《雙妹》什麼 《熱爆Madam》 《熱爆Madam》 是啊 這次是《特務Madam》 但是我想說明這個不是續集 沒關係 這個不是續集 是吃著上一集 吃著上一套的餘威 但是仍然是用這個 Melissa McCarty 的肥妹 仍然是同一個 肥妹又不是肥佣 肥妹又不是肥佣 肥妹還是肥婆呢 不知道 她是媽媽 她就還有媽媽了 啊 Well 最爆半兩團 她還是肥妹 是啊 最爆半兩團 都合 都算了 沒事的 一放這個排頭出來 就知道 她也是做一個 論論盡盡的特務 不是啊 她一開始不是想做特務 她是Agent 她是做文職的 她都是特務的 不過她是負責看著電腦 然後給指示 給做的執藏那個人 其實這個故事是說 她一直都很想做前線 是 但是有一次她傾務的拍檔 就是Ju Law 就出了事 她就要上前線去 她 我不夠夠那麼多 就是報仇 還是救她 總之她就去了前線執勤 對了 另一位 動作巨星 Jason Statham 對了 這次就一改路線 就做這個鞋星了 但是她也是照樣有動作 有動作 但是你看她的演繹 是那種 是一個喜劇的演繹來的 她就飾演一個很看不起 肥婆的特務 絕對是 就是搞破壞 但是她又不是完全是反派 純粹是鬥氣冤家 她絕對不是反派 她是特務組織裡面其中一個特務 她是鬥氣冤家的角色 所以 反派Rose Bonjo 是的 我有一點點期待 這套好像挺有趣的 看這個 trailer 你看看 應該一笑就實在笑的 是啊 idea絕對不新的 因為 Mccarthy 肥妹還是肥婆 她做這類型的 之前已經有The Heat 然後 好像還有另外一套 都是類似的 她做一套是說 identity identity fever 是的 都是那類型的做法 所以新鮮感就會欠奉 不過仍然是搞笑的 她的身形是有點局限的 但是 她都叫做嘗試不同角色 是的 這次就有動作系列一點 看看她什麼時候轉型拍劇情編 哈哈哈哈 很難認真對待她拍劇情編 不是的 她做媽媽的角色 如果她真的 都有的 因為如果你拍得太多喜劇 可能 你要去到一個特哥的話 她轉型還是離不開 即是做素顏媽媽的 那些 那些 或者 我不知道 不過近年這兩套 都是動作片 嗯 是的 動作片 加上她的身形 的確是一個 好的chemistry 賣點 哈哈哈 所以三套很不同類型的 wide release電影 北美就任君選擇了 OK 今個星期不如 史葛來吧 上個星期史葛來不到 是嗎 是的 今個星期 因為 剛才我們開場的時候 說了六四 所以我 這次要說的兩套 都是 都是有些歷史性的 有些歷史性的 那 第一套 說的 就是 等了幾個月 等了幾個月 想看的 就是 柳成澤的 《軍中樂園》 哦 《軍中樂園》 其實 聽過名字 或者看過吹林 大家都 或者以為 他只是說 軍隊裡面 不是 不是軍隊裡面 其實那個地方 有一間妓院 是專門給那些軍人 去發洩的 叫做 軍中樂園 那裡 其實 整套戲 就是 那裡是 就是 啊 戲裡面一個 場景來的 主要 就不是說 那個 那個 那間妓院 那其實 整套戲 就是 講六十年代 當時 金門 就是 台灣的金門 是軍事 軍事禁地 來的 因為當時 就是 金門 和 中國的廈門 就是 每日 就是每日 輪流放炮 就是 大家都用 真槍實彈 真的 就是 打些炮彈過去 那所以 所以 打些炮彈來做什麼 啊 不可以炮彈 打些炮彈來做什麼 大家攻擊的 因為台灣 要反攻大陸 大陸 又要解放台灣 那 他們 不可以 真的 派船過去 所以 大家 只可以 射炮過去 所以 當年的金門 是 前線 就是 前線 一般人 是不准去的 還有 有重兵 在這裡駐守 故事 就是 說 男主角 遠驚天 就是 一個 年輕的軍人 因為台灣 那些年輕人 是要復兵 逆三年 就派了去那裏 派了去那裏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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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知道 犯了什麼 什麼 就派了他去搜 那個妓院 那間妓院 就是 專門給那些軍人 去發洩 發洩 要搜的嗎 那些妓院要搜 不是 即是軍方主辦 那個妓院 即是收錢 登記 還有要跟那些妓女做 即是在那裏做事 在那裏做事 那 其實 柳成集這部戲 就 主要就不是 說 想說 那些妓院 那些事情 就是 想表現當時 那段歷史 所以 在這部戲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 很多 軍人的故事 其中大部分 因為 主守 當地 當地的軍人 即是 即是 除了那些年輕 復兵役 之外 那些上年紀 那些 全部都是在大陸 即是在大陸 過去的 那 所以 其實他們 每個人都有一段故事 最 最普遍的故事 就是 跟自己的親人 分開 還有他們 日思夜想 都是想 回到大陸 那 當年 當年 蔣介石 都口口聲聲 說過 短期內 一定可以上班大陸 所以 就給他們 一個希望 但是 誰知道 住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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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 這個希望 就越來越渺茫 所以 有些 在當地 再 再娶老婆 或者 嚇死 嚇死 台灣 也不是叫異鄉 只不過 不能 在家鄉 安葬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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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整套戲的主題 都是很嚴肅的 很嚴肅的 亦都可以喚起 一些 上年紀的人 年紀的人 對 當時的 一段歷史的 回憶 所以 這套戲 在台灣 都很受 很受歡迎 以及 亦都 表現出 柳成澤 作為一個 台灣導演 他都是向 歷史 來 交代 看這套戲 我就 令我想起 柳成澤 另一套 講為人知的作品 就是 孟甲 孟甲 亦都是 講 當年的 一段 歷史 一個地方的歷史 基本上 這套戲 都是一個 好看的電影 演員 如何 陳以涵 陳以涵 我想 做妓女的角色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這樣 陳以涵 表現比較突出 因為 他 做一個 又 他 很想賺很多錢 他 又不是說 猛做猛做 猛去接客 去賺錢 他 用一個 比較 比較 難以忍受的方法 就是 欺騙老兵的感情 說 哎呀 我又嫁你 那些老兵 又給了 身家 誰知道 最後他又不嫁他 所以 累到 有些 老兵 自殺 或者 很傷心 基本上 他都做到 做到 那種 所謂 就是 為到 淺不擇手段 這樣的事情 這部戲都是 值得一看的 大家可以 有多長 這部戲 差不多兩個小時 因為內容很豐富 那 未夠兩個小時 是OK的 不是兩個 三個小時 而且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道具 或者報警 都是很認真的 但是 他本身都是拍商業電影 其實他這次的取態 就是取向 這裏很商業化 也很商業化 好像孟甲一樣 哦 也有善情位 也有 刻意製造出來的 善情位 還有他選擇了 在 背景中 已經是一種 商業考慮 OK 大家都很想看 當時的 軍中妓院是怎樣 怎樣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他計算 其實如果是一部 商業電影的話 你覺得他的計算 是否準確呢 應該都有很多計算的場面 在裡面 如果你只是計算台灣市場 就很準確 OK 不過 當然 如果 你不是台灣人 或者你不知道 當時 那些歷史 看起來 會有些 有些隔膜 不會覺得這麼好看 OK 另一套 是我看那麼多 韓國電影 雖然我不是看很多 因為我很難忍受韓國電影 太激烈 和太荷里活化的拍法 你覺得 他很模仿 韓國電影的表達方式 畫面 那些 大場面 對 這一套 我覺得 放得很好 以及 我 真的 完全 完全 去接受 這套戲 叫做半世紀的樂園 我不知道 它的原名是什麼 這套戲是在 SILVER CITY上講的 是 這套戲 他宣傳 是阿金正傳的韓國版 事實上 跟阿金正傳完全不同 因為阿金正傳 是用一個喜劇的方式 來描寫 一個人的一生 但是這套戲 就用一個悲劇的方式 他也是描寫一個人的一生 是用一個 令到他人 很感動的手法 基本上 他就 其實主要 也不是說 只是描寫這個人 也主要是 講那段歷史 他的跨年度 是很大的 由50年代 即是50年 即是50年 韓戰 大家知道韓戰是什麼 就是北韓 北韓要攻打南韓 想解放全韓國 所以就打韓戰 當時中國都是介入的 中國派了 數以十萬計的人 去幫北韓 去打 幫北韓 那時候中國人 幫北韓 中國一直都幫北韓 現在都幫北韓 南韓方面 去打韓戰 就有美國撐韓 所以 美國都派了很多人 但是美國因為武器先進 所以 跟北韓 可以維持一個 對峙的局面 最終於 就在 不知是多少年 簽署了和約 就由三百線 劃分開南北韓 直至到現在 這裏就由 50年 開始 就是男主角 就是一個小孩子 開始 他是一個朝鮮人 即是北韓人 因為打仗 走爛 痛 他們一家人 一家人 五口 走 但是 到最後 上了船的時候 他 因為他爸爸 他不見了妹妹 不見了妹妹 漏了妹妹 他爸爸 下船去找妹妹 誰知道 上不上船 所以 出資 只有 他媽媽 兩個妹 就是 離開了北韓 就剩下了他妹妹 和他爸爸 在這裏 以後的故事 就是他去了 南韓 去了南韓之後 直至到 他 我相信 七八十歲 七八十歲 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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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一個協議 就是那些親人 可以通過電視 通過任何的方法 去找回那些親人 最後 最後他找回他的妹妹 所以 其實 故事本身 就不是 很簡單 但是 就是 由他們 兩兄妹 失散 以及 說 他 怎樣 怎樣 找方 怎樣 對 他的妹 那種 那種承諾 所以 片名叫 半世紀的承諾 因為 他小時候 答應了他妹妹 是要照顧她 她一生 他也是說 以 全 全家族之中 只有她 一個男人 我想 這個 就是 韓國人 那種民族性 所以 到 最後 就是 最後 那個場面 是很 很感人 大家都看到 很多 很多人 因為 因為戰爭 失散了幾十年 最後 最後 通過一些電視 一些報紙 可以相迎 回 所以 所以 那個 那個情況 是 無論 哪個 哪個看到都會 都會流淚 真的 這部戲 為什麼 我覺得這部戲好 我覺得這部戲 一來 他用了一個 很 很親切 不是 很直接 很真實 的 情況 就是 骨肉分離 不用說 一些 所謂的大道理 也不用說 任何 對戰爭 怎樣去詛咒 或者什麼 就是 用一個最簡單 最普通的方式 就可以 令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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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戰爭 可怕 以及 應該去避免 任何的戰爭 單單在這方面 上面 另一方面 他的製作 也是很認真 很認真 無論那些走爛的場面 戰爭的場面 甚至乎到最後 找人的場面 都是很震撼的 大家都很難 很難去想像到 那些人 如何去尋找 失去的親人 每個人都在心口掛牌 或者在地上 寫著 寫著 親人 什麼名字 什麼 什麼資料 但是 但是 你看到 有幾萬人 或者幾十萬人 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覺得 你真的 從這些 這麼靜止的畫面之中 你可以 感覺到 沒有那種感情 那種澎湃 我覺得 這樣 是 整套戲 最 表現得最好的地方 Anyway 基本上 這裏 本身 都 無論在格局 或者在 氣氛上面 都是屬於一個 大製作 大製作 還有 還有 他真的 有條不理 感來到 很清晰地 聚述了 從50年代 到現在 韓國 韓國 人民所經歷的 那種動盪 還有 因為戰爭帶來 傷痛 好 上個星期 Sam 就說我 你 Max 你沒有看 應該都不看 我告訴你 今個星期就給你一個驚喜 我真的跑去看 你自己去看嗎? 不是 我跟我太太去看 你老婆都喜歡看這個嗎? 其實她是聽到別人說好看 她自己沒有研究這套究竟是什麼戲 於是就拔了我去看 哦 那也不是你自己去看 是你自己去看的 但是看完之後 不是 那 我又覺得沒所謂的 不同片種我都會去看的 但是看完之後 我的 comment 就是 我不會想詳細說的 我只是想說 簡單地說 就是不適合我口味 OK 拍攝是拍攝得漂亮 但是整套戲的格局 各樣東西不適合我口味 而且這套戲裡面 我覺得有很多 我太喜歡用那個 合不合理的角度去分析劇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出現了 但她的設定已經是 瘋狂 瘋狂的了 是 是瘋狂 所以我不詳細深究了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而我又沒有這樣衝動 覺得很喜歡那些汽車追逐的場面 是緊張刺激 但是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戲 她都做到這一種緊張刺激的效果 不過唯一不同的就是 她沒有加很多電腦的東西 很多都是在現場拍攝 我覺得她是拍得漂亮的 不過最終不適合我口味 最終的審評就是 那你覺不覺得自己出事? 出事就沒有出事 但是不適合我口味 OK 其實我這個星期 在家裡也看了另外兩套戲 其實有一套 我都不是說很多的 那就是十二金鴨 OK 那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 一套不如一套 就是金雞金鴨系列 不是喔 我覺得比金雞嘶 但是她全部東西呢 即 我應該這麼說 沒有金雞嘶那麼差 不可以用個好詞 金雞嘶那麼差 其實應該這麼說 其實 菇士華 我覺得她反而比金雞嘶 就是這樣了喔 但是 她就想說回多一點點 有深度比金雞多一點點 但是很可惜 就是她有幾條線 她差開了幾條線 但每條線都是點到 即至清廷點上 點一下就沒有了 那她有幾個藍雪角 她有個 扮外星人那個 遇到CEO那條線 點一下就沒有了 是這樣的啦 你覺得金雞有深入講過每一個故事嗎 只不過她以前金雞講過的故事 是香港人的情懷 即香港人自己對號入座 就已經可以relate到很多東西 這樣而已 只不過這次你relate不到而已 我覺得 不是啊 但是她那時候 即是早期啊 她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黃日華還是張學友 不是不是 陳可珊 不是陳可珊 我以為你講起了 陳可珊監製那兩套 是好看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真的可以是香港人的阿金正傳 真的是阿金 我想十二金雞 她很大程度 只是SELL 不關於扮男人 其實是的 如果她不是扮男人 那時候我想大家看的興趣沒那麼大 其實她是白男人不是好 但是她的角色 整個設定 由她的頹 一直到她的身體 其實整個故事 就是簡單到沒得再簡單 所以我覺得 看了跟沒看 總之不是很大分別 只能笑 也有道理好觀的 就是和遠之的演出 真的很好 是的 她那些泰文真的 值得獲獎 對 最佳 而且新人也是她 不是這套獲獎 她是這套獲獎 是這套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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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她不是金雞斯嗎 她是金雞斯嗎 金雞斯獲獎 原來是金雞斯 因為金雞斯 這套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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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她幾套獲獎 我覺得這套獲獎 這套獲獎 不需要說太多 總之 獲獲獎 這套獲獲獎 最好看就是 古天樂隊 李若彤 可以 咕咕 那套獲獎 那套獲獎 你要懂 你是那個情懷 我是劉德華 陳玉年 那套獲獎 所以 anyway 另外我看了一套 就是 《島城風雲2》 咦? 我還沒出的 這套獲獎 我告訴你 我是看國語版的 Youtube上面看的 對 我遺忘了這套獲獎 為何這麼久還沒出版 不要緊 你可以遺忘 這套獲獎 這套獲獎 製作是給上一套獲獎 他給上一套獲獎 但更垃圾 是嗎? 我應該這麼說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抱著 真的跟島有關的心態去看 你會興奮五至十分鐘 是這麼多 但是你會覺得 其實上一套已經是這樣的 但是上一套還跟島局似 今集是接近可以說 完全跟島沒有關 他說在島城的風雲 沒有說跟島有關 他不是島壇風雲 他是島城 而最活該的就是 我看完之後 但我覺得更無奈的人 就是他黃精飾的笑話 真的失去了 他一直在玩%牌 他平 Commons 就是玩V混混,就是粵語場片那些 你看你就明白了,我不想說太多了 然後其實根本就是一套他想抄荷里活 那些在扭招那些,幕後有計中計那些 那他不是差,他以前也經常玩的 但他玩得不好,其實他整套 我不知道是我容易捉到他的位置 整套戲其實一開始我基本上已經猜到 所以整個製作我就是覺得 他每一個鏡頭都是很多事情在發生 一大堆,一大抽的事情在發生 但是他發生的過程是我覺得很隔硬 每一幕都很隔硬地堆砌出來 這些其實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整套戲他拍得很反智 但其實他又想做一個很高智的故事 是的,絕對是這樣的狀況 再加上《珍韻法》上一集的房子 其實他是抄杜姆者羅拉的 這次他的房子就玩高智能化 他就有個電腦管家 他還會這樣 他有點像,但也不太像 總之就... 不倫不類 總之我看完整套戲 你這麼快就爆了 半年了 有陳刀仔? 他最後不只陳刀仔 還有嗎? 發哥就做回賭神的角色走出來 他直接走出來 正面啊 不是整個背影 那不難的 正面跑出來 對 然後最後就搞爛GAT 我要跟你死過 這樣 就是周韻法哥的角色 和賭神的角色 就是射堅和高晉 射堅和高晉 我要你死過 就是這樣 還有整套戲 張家輝 很奇怪 那個感覺 我說不出怎樣奇怪 你可以看一下 發哥收了身 是不是有望回歸做回高晉 可不可以做回賭神4呢? 其實我看他那裡 最後走出來 我覺得他可以 我反而期待他 王晶拍回賭神的第四集 為什麼他不拍呢? 是不是版權的問題呢? 不知道 而且這樣依著他這條路走 他覺得中國的市場大一點 所以他就不會繼續 去拍港產的賭神 那也是 如果賭神大陸未必能上賭 賭神射堅可能就上賭 但如果你說版權的問題 他最後都用回 其實他整套賭神射堅 他的主題音樂 都是用回賭神1的主題音樂 不過改編了remix 好的 你的角色已經不同了 那個尺度已經不同了 還有狂讚 但是賭神射堅 你不要理他 你不要理他先看 那你拍得這些 有這麼多顆巨星在照著 有劉嘉玲 有張家輝 又有... 我突然說不出 沒有了 他對上一套黃精拍 法哥比較嚴肅一點的就是 大上海 總之... 大上海不行 所以他沒有繼續走 總之老實說 我看完《賭成封雲1》 我還覺得 都OK 這套 我沒有抱期望去看 看完之後我又沒有鬧 但是《賭成封雲2》 我還是不抱期望去看 看完之後我覺得很無奈 我都略嫌胡鬧了 第一 略嫌 但是第二 就是胡鬧到... 切頭切尾都是胡鬧的設定 我從頭到尾看他都想怎樣 那是不是放回法哥做《賭莊追女仔》 那類... 那類 那又不是 又不是那類 又...絕對不是 因為他... 法哥也沒有做過《霞翠劇》 霞翠電影 就是《公子多情》 那些都很... 其實他... 他...其實... 又不太脆脆 反而... 他有一點點... 呃... 我的感覺... 傻仔 《少年賭神》 《黎明》的感覺 竟然在法哥身上 他有感覺到一點點 不是啊... 《少年賭神》 《黎明》那個是嚴肅角色來的 所以這次其實... 其實這個故事呢 很簡單就是... 你不覺得他在... 是嗎? 《少年賭神》 他傻了之後? 不是啊... 就算他認真的時候 是嗎? 黃仔不太懂得用《黎明》 Anyway... 修人法在《島城方人》 也沒有鎖到的 只是瘋瘋的 但是他... 就是... 給他的徒弟 所謂的《愚文樂際》徒弟 原來他加入了國際刑警 邀請法哥去幫忙 要禁破一宗案件 所以其實根本... 從頭到尾都是... 動作片一套 那麼... 周恩法在... 中間有一段... 幾分鐘他沒有出到來 就說回《愚文樂》 查了一宗案件 那麼周恩法出場的時候 就是有兩隻胸牌飛起來 然後... 就在那裡... 剃中那些... 不好的那些人 然後... 又是最後... 頂不住了 就來被人家圍巢了 突然間周恩法就... 在飛胸牌走出來 所以感覺就像... 少年賭神黎明的角色一樣 飛胸牌 在那裡... 當武器飛出來 所以... 沒有約會看過 我就覺得... 這樣吧... 總之千萬不要抱高期望看這部電影 你的失望也沒有那麼大 就是這樣 講完 我們說說Aloha 是啊... 我們都看過了 你們兩個都看過了 其實Sam都看過了 不過我今天沒有理會 講不到 原來故事上 上個禮拜有些要更正的 有些... 上次上個禮拜說 原來他是... 這次看完之後 可以再豐富一個劇情 就是說... 原來Bradley Cooper 是一個航天科技的軍人 是...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航天科技 是有那些軍人... 都做的 但是他... 他... 又是年輕 又抱負 但是因為他那個... 沒有budget 然後他就 去了跟大財團做那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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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打碌的呢 就是幫那些大財團 聊... 然後... 因為他跟軍事 又有些關係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中間人的角色 嗯... 但是他出場的時候 他已經是歹歹的了 就是... 操場的時候 他已經說... 就是... 全身都已經炸傷了 對... 所以就是退休... 就是退役的 半退役的狀態 基本上 而且他太... 是不是全退役的呢 他也是全退役的呢 他本來是... 他不是很喜歡工作 所以他做... 所以... 經常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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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其實就是看... Bernie Cooper 還有... Elmer Stone 還有... Rachel麥 Adams 的關係 是啊... 我... 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她不是一個... 普通的那些角色關係 他不是... 因為... 不存在... 其實 Vitamin Cooper 還有 lake Ana 只不過他們大家都認為 其實他們認為 他們一來就會 Guile 但他們一齊的機會已經沒有了 而他們是知道的 亦都沒有intention要回到一起 所以重點不是說這部電影要說他們一齊回 然後又突然殺出那個Emma Stone 其實不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主力都是講男女主角 就是Emma Stone和Bernie Cooper的關係 但略嫌那個描述就被其他的角色搶了很多 氣氛又沒有那麼好 可能是否真的想覺得 其實Bernie Cooper肯定不會喜歡Emma Stone的角色 誰知道喜歡了 如果有那個火花出現 也有的 但你覺得 就像剛才你說的 沒有那種 他跟McAdams 或者他跟其他人的interaction 那麼有趣 講回Emma Stone 其實他這個角色也有爭議性 在網上說他做一個美籍的 網上是有controversy 但看完你又覺得沒什麼 沒什麼 反而我覺得他維持一個角色很強 是啊 即是你未見過Emma Stone 即是 我會見到他是有心機做這個角色 對 但床大姐他都偶爾做得開的 對 但是他這個角色 他加了那種軍人那種 那種 那種 愛國元素 就是他愛自己的國家 你見到他很愛自己的阿威兒 除了愛國元素之外 他那種眼神 即是他那種表情 是一類什麼呢 就是他很像是 很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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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老襯底的 那種 那種感覺他真的保持得很好 我覺得 除了看他的美女之外 我覺得這次 為何吸精 其實他整個演繹 即是 即是 令到我覺得 眼前一亮 我覺得 Bertney Cooper 就 有水準 但是 正常的其實 其實你 其實這裡有 Bill Murray 有Alec Baldwin 接著有 Billy Cooper Madrid Adams 他全部都是一個 可以獨當面的演員 來的 但是奈何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 那些 chemistry 困不出來 那個手法 即是電影的拍攝手法 和整體的包裝 和 人們會覺得 好像美國 Hollywood RomCom 那些 令到那些觀眾 那個 吸收到電影的程度 有點誤到 我覺得 即是他又想做 其實他不知道 是想做喜劇 還是想做一些 什麼 因為他的節奏是慢的 如果他喜劇來說 很多 很大程度 很多時候 用了很多時間 去鋪排 一件事 然後 那個感覺才來到 但是喜劇不是這樣 喜劇要馬上 節奏是要 砰砰砰砰砰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想 拍一套喜劇 但是他又想 加一些輕鬆元素 即是一套 有喜感的劇情片 之類 譬如John Krasinski 那個老公 很好笑的 有時候他會說 那些不說話 但是Biddy Cooper說 他會說很多話 即是男人之間 那種 不用說話 但有很多話 心照 那些 這個是其中一個 比較好笑的元素 有時候好笑 然後去到之後 發覺 原來是這樣 他的手臂呼應 他最後都 對 最簡單是他最後加上字幕 對 加上字幕 原來說很多話 你平時靠眼 一定是看不到的 對 那裡玩得比較瘋 無聲性有聲 其實很多元素都很有趣 但是 如果觀眾想去看的話 你就不要帶著一套 看喜劇的心情入場 你帶著看一套 有喜感的劇情片 可能 你可能沒有這麼割椅的 出來的時候 由頭到頭 我都不會覺得割椅的 對 不是割椅的 沒有人覺得那麼差 因為 演員是稱職的 只不過是 那個chemistry 就不知為何出不來 所以 你只是去看 你想看的人 其實我出來 我是OK的 就是這樣 我覺得配角員 應該不夠多 就是 你很會 就是 Bill Murray 他也是做那種 你看上去 會覺得很sweet的 一個女生 我不會覺得他 還有想說 就是 那個景用得不夠多 我以為 即是夏威夷那個 是 夏威夷 他不用海灘 因為人們經常見到我 我去買的 但是 連夏威夷內陸的森林 都是平輕地大過 沒有什麼大頭 攝影的 攝影的 我覺得有點失望 方便剪接是對的 因為 你看到那些人 全部都是剪 剪 那是不是真的在夏威夷拍的呢 其實 其實 你拍了那個景 然後 那些人 那些角色就可以不在夏威夷 某些時候 去找個森林 裡面拍完 都OK的了 感覺上好像是這樣 是不是因為夏威夷成本高 不知道 就是 其實是回到LA 所以 因為 那些預算都在演員裡 也是 也是 但是 略嫌的景 又拍得不夠多 對 我想看到那些景 因為夏威夷很漂亮 嗯 還沒什麼補充 我覺得 沒有外界過得那麼差 真的 是 嗯 好 那Aloha之外 有沒有看其他片 我看了 I'll see you in my dreams 欸 什麼來的 欸 不知道 我也是找出來看的 我看到review都不差 就來看一下 在5th Avenue上 I'll see you in my dream 是啊 是啊 就是說一個 一個 叫做 其實 又不是很出名的歌手 上了年紀 就是 喪偶的一個 一個女人 那 就 認識了一個 幫他洗泳池的人 就是 工人 那 就 出腳到他 要找回他自己的 就是 投入這個第二春 剛好就認識了另一個 跟他差不多年紀的 型男 那 其實主要是講一個 上了年紀的女人的心態 那 讓我看成 欸 這個好像有興趣 是啊 你應該想一下 阿姐近來的一套 故事劇 華麗轉身 差很遠 華麗轉身就算了 不要打了 哈哈哈哈 轉身就算了 叫他轉身了 叫他走啦 哈哈哈 這套其實 OK的 也是一套有喜感的劇情片 我覺得 那 有很多 幽默位 那 就不是擠你笑 但是有很多幽默位 那 我想 嗯 我想說整套戲 就是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電影 你也不會失望的 即是說一些 夕陽無限好那種感覺 那 整套戲 我覺得就好像在看 阿關之林 如果去到那個年紀 就是這樣 多少歲 我想都差不多六十多了 你為什麼覺得 是關之林 因為他的樣子有點像 他的氣質有點像 關之林沒有六十多 沒有 但是 但是 我整套戲就聯想 阿關之林不六十多 可能就是這樣 過了十年 叫關之林拍這套 那 但 關之林過了十年 還保持得好 這個女主角 應該 因為 西方的女士 她那個 她那個皮膚 是沒有中國人保養得那麼好的 亞洲的女士 所以 可能因為 氣候 還是她們用化妝品多 又或者吃東西的 對 可能是 如果計算是同年齡 上了年紀的女性 周圍比較多 但是 這次是一個 叫做一個美女 我又不太知道 我沒有看過她之前其他女人 美女 美女 應該是美女 OK 我覺得這套 影評也有不錯的review 我覺得她 整套戲的描述都做得很好 那 如果大家對這類電影有興趣 可以去5th Avenue 找來看 史角剛才的眼睛一閃一閃 是不是會去看 哈哈 不是她聽到關之男閃一閃 哈哈 哈哈 OK 其實我想跟史角說一下初忌和親愛的 親愛的其實趙薇真的會贏 實至難怪 多年了 你算是演技 先問一下 這次應該贏了湯圍 湯圍在哪裏 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 都應該贏的 我覺得 都應該贏的 因為湯圍她 她在黃金時代的表現 都是很片段式 不是 應該分開來說 黃金時代 她主要就不是表現 就是說 我說到戲 主要就不是 集中在湯圍那裏 因為她說的話實在太多 還有湯圍其實在這部戲裏 都是穿穿插插的 即是她沒有主力去演戲 就跟趙薇不同 但是親愛的趙薇 這部戲出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出場 令我的感覺是覺得這部戲 好像兩套一樣 其實趙薇只不過是其中一段 但是她後來又集中說趙薇 問題就是她那段是 表現得很深刻 而且她有很多的表現 我覺得她有很多小的故事 但是她主力前半段說黃潑 突然間整部戲的重心就去了趙薇 突然間整部戲的重心就去了趙薇 我覺得這部戲的 焦點是有點問題的 即是如果你說 以一套 如果你說這部戲裡面有很多故事 我又略嫌其他線 即是她又不夠多 那整部戲我覺得 咦 為什麼我看看黃潑 突然間會說趙薇 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說跟薇菇比的話 因為題材是一樣的 都是講拐大兒童的 其實說的也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我覺得親愛的講的是 講多了那個小孩回家之後 跟父母親生父母的隔離 那種疏離 那麼薇菇就簡直是說那個人去找兒子 其實題材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感染力也有 兩套都有 只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所以不需要比較 我去看哪一套 因為她說的角度是不同的 我唯一救病的就是她的電影 剛才我講過了 她突然間把重心放到趙薇 即是她說了趙薇 怎樣去爭取 去撫養她的女兒 前半段是說黃潑怎樣去找兒子 如果你強行用一個主題去拉起來 OK的 其實她兩個故事的 能力都很強 你是很想看下去的 但突然間 要不就說黃潑 黃潑 前半段找兒子 中間找回 之後就說她和兒子之間的疏離 那就OK了 但她又要說趙薇 趙薇 趙薇 她老公是拐大兒童的 突然間她又不傳不知 頭不知路 被黃潑 搶回兒子之後 所有東西都推出 沒有了兒子 然後女兒又發覺 不是她的女兒 於是說她很努力地 去賺取生活 希望和女兒團聚 你會覺得是兩個故事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趙薇拿獎 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她一反 以往演戲的形象 以往她是做一些很可愛的活潑 或者是很文藝的戲 今次是做一個 真是木不釋丁的村姑 逢頭救面 基本上她都是做出來的 她在這方面是比劉德華更勝 所以在演技方面 她真的比其他優勝 她的說服力是比劉德華更強 做失姑 另一方面趙薇的故事 雖然她只是其中一部份 但她的轉變是很多的 她原本不以為 那個兒子是她自己的 她老公帶回來 怎知道原來是搶人的 後來又要去打官司 後來又要去營業女兒 她的角色轉變 頻率是很高的 而且變化很大 又有希望又有失望 所以還是令她獲獎 比起湯圍在黃金時代 甚至阿薩在初忌 他們的角色比較簡單 我不覺得趙薇是電影的一部份 我想強調重新一點 我覺得是兩部電影 趙薇那條線 是吸引過黃缽的 因為好像史閣所說 她作息的經歷 或者她心腦歷程的變化 是比黃缽多的 但是另一個感覺 尤其是她在片尾的時候 說了陳可新的導演 帶著一群演員去探討 那些受害家庭 然後有些演員在那裡哭了 她在片尾的時候 會出了一些 Documentary的片段 令我覺得導演太貪心了 她想說太多話 她變成一部電影 說了兩個故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反而會推薦她 當作兩個故事這樣來拍 即是 她可不可以再斬開一點 我當作是有Course Over 但是當作兩個故事 她中間可能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兩個故事 有兩個故事的名字 我會更欣賞她 多於她現在的劇情 變成沒有了重心 我覺得 是歸咎於導演太貪心 因為她太多故事感動到她 然後她太多靈感 即是她又想說拐大兒童 她又想說拐大兒童那邊的人 即是被配偶的故事 即是變成她如果可以 將整部電影 當作兩個故事這樣拍 沒有啊 通常這套戲 即是這套說社會問題 就是你搜集的素材太多 對 就很難完全把所有的東西 都表現出來 我記得我看過一套 真的紀錄片 是說上訪 大家知道上訪的問題 是非常複雜的 非常複雜 所以那套紀錄片 是拍了七個小時 大家都知道 即是七個小時 OK 上訪就是什麼 上訪就是那些 譬如有問題的 譬如被迫遷 或者被迫遷 或者被迫遷 總之有冤情的人 就去北京 所謂上就是上北京 因為你告狀 好像以前那樣 你最高要告到上皇帝 即是古裝片就是上京 即是去北京 去北京告狀 那什麼叫房呢 訪問的房 為什麼是房呢 我經常聽你這麼說 這個房是另一個解釋的 是告狀的意思 OK 所以 所以 通常這些 所謂的問題片 真的問題太多 那就要看它的取捨 或者陳開鑫想拍續集 因為其實很多電影 它的取向都是可以拍幾個故事 放在一套電影 我覺得如果用這個方法去做的話 我會享受一點 即是 我會享受一點 好過它中間 它是無緣無緣無緣 將重心轉移到別的地方 即是變成 因為它一開始拍王帝的故事 實在是不差的 即是我是投入去看的 那突然間 我投入了之後 為什麼你會說另一件事 就變成 然後就把王帝的受害者的形象 就變成另一個 令到趙薇吃虎的其中一個 苦主 即是 我又覺得 我投入了看王帝 突然間你會帶我去看趙薇 那我覺得 這方面有點救病 我想總結一句 譬如 你將失姑和陳開的 來到張提並論 就很難去比較 我只是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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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從另一個層面來看 譬如失姑 我覺得她比較感性一點 即是從人的感情來出發 親愛的就是理性 即是鋪排 她是鋪排一些事件的情況 失姑是真人真事 即是那個象徵度是高一點的 但是親愛的也是真人真事 然後她再設定一些故事 或者我們用另一個形容 一個就是點 一個就是面 一個就是面 好心 好 Anyways 我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你們已經開始LOOP了 你們說的點 OK 而且時間已經過了 好啦 然後數完這個北美飄房 之後回來PART2 我們說另一位人兄 本州北美飄房十大 今個星期北美飄房的走勢 有兩套新片 即是上星期介紹的兩套 就打入了十大位置 情況如何? 肥龍馬上跟大家講講 今星期排在第十位 有上話十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Home 上星期排在第十 今個星期繼續在邊緣位置 收到一百二十五萬票房 總成績是一億七千零五十一萬 第九位是上話四個星期的 Hot Pursuit 上星期排在第六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一百四十萬票房 總成績是三千二百三十八萬 第八位有上話五個星期的 Far From The Modern Crowd 上星期排第七 今個星期稍稍下跌一級 收到一百四十六萬票房 總成績是八百四十萬 第七位有上話兩個星期的恐怖電影 Portuguese 鬼驅人 上星期是耿頸四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八百零六萬票房 總成績三千五十三萬 第六位有新上話的電影 就是Achuman和Valkan都看過的Aloha 一上話收到九百六十七萬票房 第五位就是上話五個星期的大片 Avengers Age of Ultron 上星期同樣排第五位 今個星期收到一千一百四十萬票房 總成績已經有四億二千七百五十五萬 第四位就是上話三個星期 肥龍今個星期終於看過的 Mad Max Fury Road 上星期他是貴君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跌到耿頸四 今個星期仍然收到一千四百一十八萬 而總成績一億一千六百四十七萬 進入三甲位置 還有上星期那套The Rock的新片 災難片 叫做St.Angers 究竟排第幾 立即看看三甲的貴君 就是上話兩個星期的TOMORROWLAND 上星期他是冠軍 今個星期下跌了兩級 收到一千四百三十萬 而總成績六千三百六十九萬 今個星期的亞軍電影就是 登登登 上話三個星期的Pitch Perfect 2 上星期同樣是亞軍電影 今個星期收到一千四百八十二萬 總成績一億四千七百五十二萬 冠軍就是The Rock主演的這一套 關於地震災難電影 一上話收到五千四百五十九萬 成為今個星期的冠軍電影 好了 數完這個北美十大標榜之後 回來我們講一個平民級的影帝 稍後見 你現在聽的是 是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歡迎閣下來臨十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這套裝修好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焗豬扒飯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 是十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阿傑哥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還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薪資 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 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 一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傑哥 十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百科 電影大百科 The suspense is killing me 哦 電影大百科 剛才肥龍也預告了 我們會選擇一位電影人物 一位 電影人物 電影的演員 也是影帝級的演員 大表真是慈懷的春天 是啊 在電視圈很紅了很久 然後電影也開始紅了 紅到後來才獲得影帝 為什麼選擇他呢 因為他那部經典電視劇 正在播放 所以選擇呢 大時代 不是 這是第二次的 他第一次獲得獎 就是我要成名 我知道 但是為什麼你會選擇 你劉青雲來講呢 因為大時代 方箭博的 所以 不可以講一下劉青雲 劉青雲是 大家都熟悉的 是完全 你完全不需要準備 亦都完全不需要思考 都可以有很多話 他開始被人熟悉的是 辛澤師兄 Fit Lo Fit Lo 都是一個經典人物 電視人物 首先我講一下 他是威瑞史 最威瑞的就是 他 由出道至今 曾經獲 16次提名 最佳男主角 我想這是一個紀錄 我想也很難有人 可以破到這個紀錄 是嗎?劉德華也沒有嗎? 應該是 他只獲了兩次獎 第一次就是我要成名 第二次就是今年的 今年的 石定峰雲3 OK 再講 我要成名 其實他的角色都是執意攤 最初不是屬於他做的 而且 不是屬於他 我要找回 誰可以做的 資料 最初不是可以選他 但我要成名 我覺得 他的表現 其實 他十六次提名 都不是他最好的 我覺得 我也覺得是 其實他失敗是因為對手太強 他得獎也因為對手太遠 比賽 比賽永遠都是這樣 只要看對手 所以我們不要著眼他的得獎電影 我們要著眼他的出色的電影 或者電視劇 電視劇 其實他由 新宅師兄的Fid Lo角色 其實開始讓人知道他的存在 但其實他在電視裡 代表作用真的不多 不多 但Fid Lo這個角色 開始被人認識到 他之後 其實那些角色 都不是特別出色 媽仔媽心肝 媽仔媽心肝 但是媽仔 媽仔 你著眼是周星馳 但是這樣說 他拍了周星馳 到沒有給他下去 就已經很厲害了 我覺得 那也是 他做大媽這個角色 可以做另一條線 而你不會只想看周星馳 你也想看大媽 其實已經很好 但是其實去到媽仔媽心肝 已經說到是1990年 是啊 兩個都紅了 其實劉青雲已經是 一路半紅不刻半紅不刻 維持了一段時間 由Fid Lo角色之後 是啊 直到他真的出來拍電影 就開始多一些代表作 他第一部電影就是 聽不到的話 這部電影真的很好看 可以叫做一距成命 但不是歸功於他的 我進去看 哈哈哈哈 這部電影真的很大 其實那時候我看這部電影 是為了女主角 馬斯神 但是無可否認這部電影 真的發得很好 是的 姜大衛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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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青雲就是做一個黑道中人 叫小韻韻 他又不是很重要的江湖地位 但就是做一些古惑仔 或者我講講 我自己對劉青雲欣賞的地方 我覺得他差不多 可以說到全方位演員 即是說他做任何一類戲 都表現得很好 無論是驚嚇片 古惑片 喜劇 悲劇 文藝片 各方面 做得最好當然是劇情片 即是他 其實他的型 大家覺得他的型 很地道 他有觀眾緣 他不是英俊 但是有觀眾緣 他至今很豐富 但我覺得他也很豐富 他的樣子很豐富 但他有時候裝冷靜 也挺好笑的 假的嗎 裝冷靜 也挺好笑的 假的 假的 一個字頭的誕生 那個不是喜劇 很害怕 看到一個字頭的誕生 其中一個代表作 我覺得他扮許冠文 扮得好似 噢 他真的扮得好似 鬼馬上 黃想曲 他扮得好似 他臨尾 他臨尾就拿了這個 解 許冠文特登出來做校長 沒法學校的校長 他那個造型 剛好又跟鬼馬上升 裡面的造型 是很嚴重的 他扮其他 許冠文的角色 都不太相似 他真的是 入形入格 他扮得好似的 許冠文 是 那一套我還很記憶 游身 就是他在吃麻將 吃到一口 嘩 你怎麼這麼醜 尤其是他找古天樂 來扮許冠傑 就是完全吸鼻下去 嘩 不是那回事 你猜他更加眼前一亮 劉青雲的演技 但是 陳小春有像 雞泡 有像雞泡 他的形象 但是我略嫌陳小春 他太聰明了 他的樣子 他的電影形象 太誇張 又不太像雞泡 但是劉青雲真的 會不會劉青雲真的好 變成他沒有固定的電影形象 變成他做很多角色 他都有說服力 嗯 比如他做好人 他都不是做好人 比如現在看大時代 他都 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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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現在這一代 那些電影 不是電影 電視的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會那麼熟 但是他又會肯做這個這麼大膽的上司 他是一個好演員來的 哈哈哈哈 講完了 他是一個好演員來的 其實我覺得 他做大時代的時候,樣子是不起眼的 因為他是肥肥的,有點肉的 我也覺得他沒有說服力的 因為他是白樓蟲人,兩隻眼睛睛的 他出色的地方是角色設定令到他很受歡迎 所以很深入民心 我也要他做到,還有他有說服力的 你找少仲恆就做不到他的角色 少仲恆那些小身形就做不到他的角色 只是說他剛剛加入的角色 就是因為他要經歷好幾個階段 又要睡街,又要開始發奮 又突然間走到台灣躲躲了一段時間 又癡癡,又找到古神 最後才變成Sharp Saint 所以他跟惠家輝合作 惠家輝令到他畫龍點睛 其實他在電影裡也跟惠家輝合作 他自留的贊生 再生號 很多他跟惠家輝的合作都是無間的 他跟惠家輝人道奇風都經常合作 是啊 或者我們把問題簡單化 劉晶雲好的電影 實在數之不盡 同樣我問大家 劉晶雲最喜歡哪一套電影 劉晶雲 或者我先說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套電影 就是暗化 劉晶雲的角色 我不記得他有沒有對話 他好像一句對話都沒有 他有 他有 有少少 他有幾句 但是他整套電影給人的印象 真的很深刻 還有 你覺得這個人真的很恐怖 一來就是那套電影 本身的電影分敗得好 二來就是他的造型 三來就是他自己的面貌 那種深沉 那種氣質 就真的 其他演員很難去相比 那一期有很多類似 這些不叫座的電影 你們呢 但我有奇怪 這套電影 當時會不叫座 這套電影 又是梁朝偉 又是劉晶雲 又是杜其鋒監製 那條槍貨也不能收 那倒是 不過我們先說回劉晶雲 是否因為電影市道比較低迷呢 也不算 暗化那期 SARS之前 滑落但未到最低位 暗化 你不是說暗戰 而是說暗化 暗化是97年那期 其實九十年代尾 香港電影市道好像是 的確走下波得很厲害 還沒跌得很低 還沒 低處還沒見低 就算97年都不低 周星馳都還沒適應 但因為出這個無間道 才開始舊市的嘛 那時候 是嗎 是啊 無間道近二千那頭 無間道還沒上市那年 2000 鬆一點 所以97已經開始跌了 我們先不要說電影 先說回劉晶雲 劉晶雲的電影 一直都在說劉晶雲的電影 在說為什麼暗化是叫好不叫做的 我的問題是你們自己最喜歡劉晶雲 我覺得劉晶雲很多時候 他的光芒是被一套戲搶了的 他不是劉德華、梁朝偉那類 我為了要看男主角而入場 很多時候是一套戲 夠得意 夠出奇 光芒比男主角更強 例如《新不了情》 除了以東星和袁詠雲的風芒 是蓋過了劉晶雲 不代表劉晶雲不好 但劉晶雲真的獨當一面 其實有哪一套是獨當一面 除非我要成名之外 你覺得哪一套是獨當一面 最新的那一套 《風雨》 《蔡劍雅郎》 《蔡劍雅郎》 《蔡劍雅郎》也是 例如他在暗戰 都是被劉德華 贏了影帝 他的《新不了情》也是被袁詠雲搶了 我覺得一個字頭的誕生是群戲 又有吳鎮宇 所以他拍很多電影 他也是有另一個對手 或者一個女主角 或者是電影本身 或者是導演本身 例如《木露空光》也是梁家輝 但《木露空光》 劉晶雲的角色是搶過梁家輝 很害怕的 而且完全不覺得劉晶雲這樣做 但你不可以否認他真的是一個票房保證 他算不算是票房保證 很難入場都是看他的 近這幾年 因為少 你不看劉德華 不看梁朝偉 誰看《一隻零風》 但再早期一點的 絕對不是因為劉晶雲而入去看 他唯一的票房保證就是他拍袁詠雲 所以《新不了情》之後 出了很多爛爛的 總之又覺得劉晶雲加袁詠雲 《整股王》那一套吧 不知道的 還有很多的 《整股王》 《整股專家》 《整股王》 《整股王》 那套真的不好玩 那套半抄《整股專家》 但又不知道怎樣 其實他《新不了情》之後 《劉晶雲》和袁詠雲是金傳 所以拍了很多爛片 不可以說爛的 但真的有好幾套爛 例如他拍梁鳳兒那一套 我想葛登 什麼《作夜長風》 是啊 真是拿命 故事差而已 其實《史國》的問題很難回答 就是最喜歡劉晶雲哪套 如果你說角色壞 我真的選不到 所以我要誠明他就是 他全部擔心了 其實如果你問角色 我真的是方展博 但那個電視劇不是電影 方展博也被丁蟹搶了一半風頭 但方展博也很入心 而且因為我近來也煮了 阿士帕那一套 他做方生俠那一套 所以這個角色更加再一次 比較鮮明一點 或者是家長的問題 你最喜歡劉晶雲哪一套戲 那有很多套 就不要說他 他涉及的 genre太廣 你可能偏偏說這套好看 但因為他那個 其實他的範疇很大 他的戲露很廣 有幾套都喜歡 我很喜歡他左眼見到鬼 因為你不是 因為主角是鄭實雲 但他做配角的角色 你也算是男主角 但你覺得 你完全感覺到他是那種 不可以讓他老婆知道 他是他老公那種感覺 其實身不料情就是一樣 其實他是男主角 但劇中的主線鬼 都是講完詠儀的 除了無路空缸之外 神探不可以不提 因為他真的從頭到尾 神探 而且角色也很適合他 他也做得很好 但那套戲不好 也不是 他也有趣的 我嘗試看第二次第三次 我都不知道他想怎樣 但我享受他找一堆演員 去做他的人格 他不同的人格 那樣東西 其實是有趣的 我覺得 太過神了 真的好看過再生號 我覺得 如果同樣是 劉青雲家 韋家輝 也好看過再生號 神探 但無法發現神探 而且是劉青雲家 的代表作 其中一套 近年有些什麼呢 奪命甘 雖然他是其中一段 就是 他做奸的 但是挺好的 他做奸的 他其實做什麼都挺好的 他少做奸人 因為他的樣子比較 哪裏是奸的 奪命甘 奪命甘 奪命甘就是奸的 不算奸吧 他做一些古學仔 傻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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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他 他真的 只是靠他的 你會覺得 劉青雲 其實那套戲 都會有些保證 但是 你 對 不會有人很瘋狂 去迷劉青雲 因為 好像劉德華 那樣迷劉他 而買票入場 不同的風格 多了選擇 你見到梁朝偉 都不是經常有戲想的時候 還有 或者 你覺得 劉德華 你已經看得太多了 看劉青雲 也是一個 出國學 挺好的選擇 因為其實很多演員 都點名 想跟劉青雲合作 所以 其實他的演技 在圈內 都被一致 供應是好的 其實 繼黃秋生和吳鎮宇之後 其實 劉青雲都已經 上了神台 某個程度上 今時今日 絕對是 是 電堂級演員 都是電堂級的 那 剛才說到新不了情 我想到另外一套 亡不了 又是那類型的 慘一點的戲鬼 但又是張板之搶了 劉青雲就做下把位 雖然他是男主角 但又是主線 不是在他身上 主線是講張板之搶 和元島大地的 又是二東星 對 所以 怎麼說呢 劉青雲做了十套 其實 我覺得有七套都不差 無論是喜劇 或是劇情片 喜劇 大家不要說劇情 就是 我找劉青雲的表現 嗯 就是 其實 都很生鬼 他的表現 那些笑片 你說 那些狂想曲 就像許顧文 然後 那套新年財 有財大氣粗 那種粗魂角色 我想說 甚至九成劉青雲主演的電影 他本身劉青雲的角色 都有驚喜 除了剛才《屎角》 或者我提過那套《作夜長風》 即是 你是要劉青雲做些 很文藝的那種小生形 那些被迫著劇本 不能讓他發揮 那就算了 但是 真的大部分 找得劉青雲做的電影 我想 沒有九成 也有八成 都可以讓他發揮 而他是做得到的 我覺得 你說 那套戲可不可以看 另一件事 我想知道 超文你在香港 有沒有看《暴風雨》 沒有 沒有 找不到來看 我想看 這套 但這套 明明黃曉明 就是做下把位 對 這套 就是劉青雲 你看了是嗎 不只擔帳 我上《暴風雨》 你要看的話 有國語版 是YouTube找到的 沒有興趣 我想 反而 我想留意 就是 爆起症和劉青雲的 CAMERASY 你覺得可以嗎 說爆起症也有少少變態 是 就是說他覺得劉青雲害死他的女兒 劉青雲本身也有少少操狂 也有少少精神病 基本上整套戲都 每個人都變態 是嗎 黃曉明也是 我想這套戲的主題就是這樣 你先看了再說 無可否認 《暴風雨》也會是 我覺得劉青雲 演技上的 不是突破 而是進步 所以這套戲 都是提名 那是否比《暴風雨》的劉青雲好呢 當然 因為其實《暴風雨》 基本上是群戲 為什麼《暴風雨》贏呢 如果是否也會比劉青雲 為什麼 《暴風雨》是不知為何 今天贏了很多獎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又不是很喜歡那套戲 我經常貼是貼《暴風雨》的 雖然我沒有看過 如果真的是《暴風雨》 其實要回應你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四個字 都是四個字的回應 評判口味 劉青雲獲得兩次獎 他獲得不夠多 我們會令觀眾更加報不平 更加喜歡他 他也有一個叫做民間影帝的美語 劉青雲是民間影帝 但很有趣 剛才我們數了這麼多一套戲 真真正正的一套劇 劉青雲作為男主角 這樣去劉青雲 不太多 你每次都是 他拍到好的 別人記得的 要麼是群戲 要麼的劉青雲 就不在他身上 但他又是男主角 劉青雲拍劇 劉青雲經常都是這樣 即是所謂的 鋒芒被其他電影的元素 蓋過了 是的 所以真真正正去擔憂 我真的沒有什麼大印象 所以剛才試過那條問題 你最喜歡劉青雲哪一部電影 或者哪一個角色 嘩 真是想來想去 想不到 你說如果我們每人選十套 就容易說了 這樣就容易很多 對 最喜歡那一套 都不要十套 最喜歡有三套的話 都容易很多 那你說三套 身不了情 鬼馬狂想曲 還有 我想選一些不同類型的 有什麼 一個字頭 我會選 暗花 暗花 一個字頭其實看得很害怕 很不安的 看這套電影之後 是嗎 為什麼呢 尤其是達明那一段 OK 達明一頭 第一半死那段 不知道為什麼 很不安 OK Anyways 我是喜歡木露空光 我喜歡神探 我也喜歡木露空光 還有 我也是選暗花 但是木露空光和暗花的演繹 我覺得有少少 雖然戲總不同 他的角色 可能和暴風雨都差不多 所以我特地不選劇 木露空光也是好戲 對 木露空光的角色是搶過梁家輝的 搶過很多很多 始終他是主角 木露空光的角色 他罵他那段都可以 就是警官打他那段 是的 木露空光是否有他老婆做的 郭海明 他老婆做了他老婆老朋友 對 他老婆做了他老婆老婆 是女朋友 他只記得這件事 對 他夫妻當 除了大時代之後 就是已套了 木露空光 大時代都不是夫妻當的 現在是 大時代是說他沒有在一起 那也算是 男女主角不一定在一起 郭海明的腳頭很好 嫁了他之後 真的平暴青雲 平暴青雲 平暴青雲 他的名字也覺得好 就是劉青雲 那史閣呢 你自己最喜歡 如果要選三套 除了暗花之外 如果三套 可以選兩套 暗花、暗花和暗花 暗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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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花 暗花、暗花、暗花 有暗的暗 沒有啊 我選擇我要成名 都是的 我要成名 因為基本上 我要成名 那個角色是很吸引的 而且我覺得 真的很能夠表達 那些 資深電影工作者的心態 但我經常覺得 我要成名 他那個角色是新悲路程的延續 都是一個失意的演藝人 通常演藝圈都是充斥著這類人 他最巔峰的就是色情男女客串 飾演二冬星 那個角色 自殺 自殺那個 真可憐 一條沒有車的輪胎 沒有輪胎的車 其實十萬火急我挺喜歡的 是啊 十萬火急 什麼啊 露火街頭 不是 十萬火急 消防員 露火街頭都好看 兩套都好看 十萬火急 還有 兩套都好看 但十萬火急 是劉青雲拍的 僅有的一套港消防員 那其實那些 剛才你說的那些是群戲 十萬火急也是群戲 露火街頭也是群戲 是啊 《再見阿郎》都好 啊是 《再見阿郎》都好 《再見阿郎》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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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內斂 因為剛才對那個包租婆的情感 突然之間會很澎湃 然後最後要打劫 拿回錢 然後激動 激情 如果你要我選他的喜劇 我選《消失的子彈》 喜劇? 喜劇嗎? 你classify這套了 《消失的子彈》不是喜劇嗎? 你覺得那是挺可笑的 可笑和喜劇好像不一樣 你不會 laugh at 試試看完覺得喜劇 我滿足一點 我會扮演喜劇 那是大魔術師 他做神探 即是他做神探 他損失的子彈 大魔術師 你說的是大魔術師還是小學者? 不是 大魔術師 他做的那些軍閥 雖然是卡通化一點 無量大衰 但都是很有喜感 大魔術師其實很有potential 有異動性 有明草 有周遜有流程 但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他開始走 他開始拍合拍片 劉青雲 最近還在拍一部 他跟湯圍的三成記 但不能選 但編劇和導演都是 但你看到這套史詩式 愛情文藝電影劉青雲拍的話 有些火花 但你看到劉青雲的角色 我們在預告 你做這樣的角色 那些角色應該是 謝霆鋒 劉德華 那類人做的 那他挑戰一下自己 可以嗎 那時候 他說不行 周潤發也能做到秋天童話 周潤發是全方位的 我覺得 青雲也想嘗試全方位 他就是沒有這些角色 嘗試行不行 還要做這些角色 都是的 都會看的 看一看 都見證一下他影藝生涯裏面 一套 另類 即是我覺得另類 他不試 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試完之後 跑出來的效果好 就繼續來做 那我希望他不行 不要再拍 即是這類 即是他不要做這些角色 這類角色其實不用他做 那應該做Ticken那些 那是Ticken的動作片 Ticken 動作片是沒拍過的 TickenOK 好害怕 他做Ticken 他女兒被人拐了 原來他要救女兒 要不做John Wick那些 殺神 這麼害怕 他的樣子夠黑 他應該做鍾葵 陳坤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 跟王秋生做關公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黃秋生是鬼老闆來的 然後之後 劉青梅應該做張飛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呀 對呀 似乎香港的演員都不懂 然後張家輝要做劉備 哈哈哈哈 真的一絕 劉青梅 很大卡子 劉關主 我覺得真的一絕 哈哈哈哈 好了 我們開始來看 是不是代表我們講完呢 差不多 你覺得怎麼樣呢 你還有沒有東西要補充呢 對於劉青雲 屎哥還有很多東西要補充 屎哥我要講多一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時間 再決定吧 下個星期你就知道 我們是不是再繼續講劉青雲 好啦 就這樣說吧 我們下個星期見吧 拜拜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進油啊 油燈已經亮了 那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你是 去One Click Radio的網站就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 www.i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到 一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www.i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So Easy 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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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E